而回到臺灣來看到是唐北市的長安西路 以及重慶北路口有一家超商前面 在昨天中午 發現是攻擊事件 這是持有身上手冊的五十二歲黃姓男子 疑似是精神狀況不太穩定 他拿著工業用的美工刀 在從背後勒住了一名二十四歲的男子 然後雙方爆發了激烈的拉扯 搶刀的過程當中 這魚姓男子他的左手也被劃傷 那旁邊有好幾名的健毅勇為的民眾 看到之後 趕緊上前來幫忙追捕嫌犯 是追了四百多公尺 才將人壓制在地 穿著白色上衣的男子被警方團團包圍 壓制在地 原來是因為他 無緣無故拿著美工刀在路上閒晃 還動手勒住民眾的脖子 幾分鐘前 這名男子攻擊完人後 慌慌張張從棋樓落炮 後方好幾名建議勇為的民眾追了上去 跑了四百公尺 將他壓制在地 場面相當驚險 他們很大聲 還有人在拉扯 之後後面的方向 然後後面有幾個比較熱心的追上去 有抓到人 那可能精神方面有些異常 事情發生在4號中午12點50分 台北市長安西路和重慶北路口 當時魚姓男子坐在機車上滑手機 等爸爸買東西 沒想到黃謝嫌犯竟從他的背後靠近 右手拿工業用美工刀 另一隻手勒住他的脖子 雙方爆發 激烈扭打 搶美工刀的過程當中 魚姓男子的左手虎口遭化傷 一旁民眾看到 大喊 有人砍人啊 隨即幫忙 追捕嫌犯 嫌犯看到那麼多人 拔腿狂奔 但跑了四百公尺 還是被民眾 合理壓制 警方獲報 趕緊到場將男子帶回派出所 他自稱會動手是因為覺得對方要攻擊他 所以他才會搶先攻擊 警方訊後將他依殺人未遂及傷害罪嫌 移送偵辦 記者無上限章一台北 採訪報導 望著你 望著你